上次說到公孫子,假裝受了傷, 摸下摸下摸到後堂那邊, 想聞後堂撩之大吉。 綠鵝見他拿了絕情丹想走人, 連王衝過來就攔著他,說, 爹,你別走著。 就在同時, 裘千尺就盼了兩顆棗核釘過來打公孫子, 他怕公孫子閃避, 一避就會打中綠鵝, 故此他把兩顆棗核釘射高一點, 射到公孫子的後尾枕。 公孫子聽到風聲, 一蹲低頭,避開兩顆棗核釘, 跟著那兩顆棗核釘就擦過綠鵝兩邊耳朵, 射到後面的牆壁。 公孫子就說, 阿鵝,你很快地走開了。 綠鵝就說, 爹,你留下絕。 綠鵝還沒講完, 被公孫子一手扯在他身邊, 扣著手腕的墨門, 然後兩人抱著一起轉身。 公孫子把綠鵝擋住自己前面, 他對裘千尺說, 老蝦, 你還想拼命? 大家一起死而已。 咦? 裘千尺現在口中兩顆棗核釘已經噴到嘴唇邊, 突然陸鵝被人當擋箭牌, 受不及口, 連王一零零零零零投, 將兩顆棗核釘就射向旁邊。 千鈞一發的時候 他想著兩顆棗核釘射不中自己的女兒就行了 管得他射成什麼人呢 只聽見 啊 啊 兩聲大叫 旁邊有兩個六三弟子 一個被射中頭殼 一個被射中心口 即時就回到舊時那裡沒命了 公孫子一見 他知道要奪回絕情谷 除了借助李莫愁的力量之外 最緊要令到眾弟子的心向自己才行 現在這件事適合了 可以激怒弟子嘛 於是他就立刻整色整衰地說了 老蝶河 好啊你 你隨便殺我的弟子 我不會放過你的 這陣子 這陣子楊過就已經截著他的去路了 他說 公孫子 做事要有頭有尾 做事要有頭有尾 你不要走著啊 公孫子就說 楊過小子 你 你敢難我 他現在夾緊六惡 有本錢 只見他以左腳做軸心 噸噸噸 忽然見到楊過跳開雙鼻 讓了一條去腦 眼靜靜地看著自己 眼神中充滿關懷之情 不由得心花怒放 他想 哎呀 楊大哥為了我 情已不要解藥 我這樣 死都死得眼閉了 綠岳微微笑地看著楊過 細細聲地叫著 楊大哥 楊大哥 叫了兩聲 他將頸一嗨 嗨到公孫子把黑劍上 嗨 当堂頸喉血脈全部斷了 香燒肉混死在父親手中 楊哥嗨 大叫一聲 就飆過來想救 但是來不及了 公孫子亦嚇了驚 微微有些心酸 這陣子聽見背後 裘千尺罵了兩句 接著 嘻嘻嘻嘻 三粒棍釘就射過來 當時他一泡泡了 那條絲出去 啪啪啪啪 三粒棍釘就全部射進陸鱷身上 哇 眾人看到這個老豆這麼狼胎的 沒有人性 那女兒死了都要拿一條絲來租塔 是人都火滾 聲聲聲聲聲聲 拔出兵器 就要殺他了 公孫子知道這個時候 不是你死就我亡 只有拼下了 他對那些六三弟子說了 各位弟子 各位弟子 老乾婆勾結外敵 想殺殺我們絕情谷的人 魚網刀陣 一起圍上去 絕情谷的六三弟子 一向都是好服他的 那天他被裘千尺打盲一隻眼 逃走了 眾弟子無所釋從 暫時跟著裘千尺 這陣子聽見他這樣叫 就好像聽見號令一樣 人人拿起大刀鉤的魚網 就暈四邊四邊圍過來 那這些所謂魚網 是用金絲鋼銜即成的 整堂網就掛滿利刀尖鉤 如果被他插起來 整身都是洞 那些六三弟子 拿著刀鉤魚網 兜了幾個框 連裘千尺都被圍在裏頭 裘千尺一見就拼命地叫 各位弟子啊 各位弟子 別聽那個壞公亂說話啊 大家先停下 停下 但是那些六三弟子就不理他 聽著公孫子的號令 好熟行地操著魚網陣一路掃過來 黃蓉就趕快掃了一堆鋼針出來 照審在西邊八個弟子上 眼見隔得這麼近 鋼針又多 至少都打傷它五六個吧 到時那些弟子一扑低 裏頭的人就可以運這個缺口衝出去啦 怎知一審一堆針過去 叮叮叮叮叮叮叮 那些鋼針就哭啪啪啪被魚網上的攝石 攝光了 糟了 黃蓉這手不殺食 就馬上叫郭芙舉劍護著頭部面門 強攻破網啦 郭芙沒有起長劍 就向東北角直衝 四個六三弟子就拿一堂魚網蓋起來了 郭芙身上穿著軟胃甲 雖然不怕刀鉤而已 只要照樣被網蓋住 楊過這陣時站在公孫子身後面 本來在魚網鎮外邊 怎知那八堂魚網 隨著公孫子的號令左兜右屈 連他都圍在裡頭 他見到情況危急 拿起重劍 一斬斬落 罩著郭芙的那堂網上 整堂網就被他斬開兩邊 拉望那四個六三弟子就同時蹲到地上 武三通耶律齊地更加不敢怠慢 手腳出齊 打到那四個弟子不動 不是讓他們先翻手 楊過跟著 嚇!嚇! 兩劍一個 又斬爛兩堂網 嘩! 這個人的力這麼厲害 嚇到六三弟子就狠狠地退後 公孫子大聲說 五網齊上 他一劍破不到五網 楊過心想 是呀 如果五堂網一起掩上來 確是幾難破的 慢著 他就向左邊飆開幾步先 先下手為強 一劍斬到哪邊的堂網上 嚇!嚇!嚇! 那堂網拉得很行 被重劍一斬下去 就當堂抹開兩邊 就在這個時候 大廳外邊就有人叫了 別走!你別走啊! 跟著一條人影 嚇!嚇!嚇! 雲我堂爛網道就飆了入廳 這個人正是赤鍊仙子李莫守 他剛剛站在那裡 大氣都未休息 又有一個全身血跡 披頭散發的人衝了進來 他正是朱子柳 只見朱子柳入到大廳 追實李莫愁 左手出掌 右手出紙 勢如顛苦 就朝朝都要跟李莫愁拼命 李莫愁雖然拿著把長劍 但是不夠膽接招 一味在大廳裡就 蹦蹦跨地走 左臂右臂 楊過見到的心就想了 李莫愁的功夫不差過朱子柳 有什麼事這麼害怕他呢 為什麼又不見了天竺和尚呢 這時候大廳裡沒有三通就問朱子柳 師弟呀 那個女魔王 那個女魔王又犯了什麼事啊 你這麼生氣的 朱子柳就回答了 師哥 那個女魔王 害死天竺和尚啊 我們幾大 幾 朱子柳就不夠氣再講下去 個人發著發著就想降低地休息 什麼 天竺和尚死了 天竺和尚死了 武三通 黃蓉地就大為震驚 連一燈大師這麼好定力的人都沉著氣 十聲站起來 楊過更緊要啊 東堂覺得天旋地轉 當然啦 他只望了天竺和尚和小龍女異傷的了嘛 現在他死了 那怎麼辦呢 他轉頭看著小龍女 小龍女也看著他 大家的心都涼了 是啊 那天竺和尚是怎麼死的呢 原來上兩日 他為了了解情花毒的毒性 不惜以身試毒 就拿大量的情花勒來吸入自己身體 以致昏迷不醒啊 那麼過了兩日兩夜 到今天下午才醒了 他一醒了 就對朱子柳說 情花毒雖然厲害 但自己試過之後呢 就被原來切上的腥 應該是有辦法解的那些毒 朱子柳亦很開心啦 立刻稟告說 一燈大師已經離了絕情谷 而火碗塞到石門呢 又被楊過砍爛了了 天竺和尚就說了 噢 那事不宜遲啦 我們馬上去找藥救人先 於是 他們兩個就出了火碗塞 天竺和尚走到情花樹底找草藥 他知道世上是一物至一物的 毒蛇出木的地方 實有化解蛇毒的草藥 而配製解情花毒的草藥呢 主要那尾就多數會生在情花樹底的 所以他就在情花樹底裡轉來轉去 唉 隨著這陣時李莫愁就剛剛躲在那些花樹旁邊一塊大石道 他見到天竺和尚一路走過來 這陣時他好像驚弓之鳥那樣 不問情猶就射出一口兵拍銀針 天竺和尚不懂武功啊 一下被射正心口當堂無命 朱子柳在那邊聽見嘶的聲音 師叔就摸低不動了 他知道大石後面有敵人迷伏啊 就立刻去救人啊 這陣時李莫愁走出來對他說了 蛤?你想救人? 打?我再射你一針 你就落陰曹地府慢慢救了 朱子柳這樣才知道師叔歸世啊 於是他就想幫師叔報仇 誰知道跟李莫愁一打起來 功夫就差那麼少少 反而被李莫愁長劍刺傷了幾個地方 朱子柳心中悲痛 朱子柳心中悲痛 就索性盼死了 招招搶功 那開港又說 兩軍相遇就勇者勝先啊 朱子柳用同歸於盡的拼命打法 咦?就反而嚇倒李莫愁天 他不敢打了 寧轉身就走 朱子柳緊追不放 於是乎兩個人一前一後 就衝進水仙莊的大廳 咦? 現在公孫子見到李莫愁來到 又驚又喜 即時就說 你道友 過來這邊 講完他自己就迎上去 黃蓉一見他們這樣的神器 猜到幾情了 就立刻對楊過說 哥仔啊 隔開這兩個魔王 不要讓他們在一起啊 楊過先頭聽說 天竺和尚已經死了 心灰已冷 那半顆絕情單是被公孫子拿了也好 不是他拿了也好 現在一點都不著緊 聽見黃蓉叫他 隨便撫笑了一下 不動手 耶律齊就在地上撿起那半堂爛漁網 叫大武、袁岩萍、耶律燕 一人拿著一隻角 就打橫爛著公孫子和李莫愁中間 不讓他們兩個先走 這陣子大廳到亂了 裘千赤就乘機噴了些棗核釘 來打低幾個獄漁網的六三弟子 公孫子見到大勢已去 沒辦法了 就立刻叫李莫愁分頭殺出去 到剛才見面的地方相會 說完 他們兩個各自撇開對手 分開左右擦個小龍女和楊過身邊 一路飆出大廳 楊過看著他們走 好像看不見一樣就任走不生氣 黃蓉在後面就急了 先頭叫楊過楊過就不理他 現在他反過來叫小龍女了 龍姑娘 你快點自實公孫子 他拿了絕情丹走啊 什麼話 小龍女當堂整個疾醒啊 天竺和尚死了 要清除楊過身上的情花毒 就全靠那半粒絕情丹了 當時他就瞪瞪去追實公孫子 楊過想叫著他 怎知小龍女不理三七二一照追可也 楊過沒法了 也跟著美追啦 公孫子和李莫愁出了大廳 一個就向東北邊走 一個就向西北邊跑了 黃蓉的一班人 也分成兩路去追 小龍女 楊過 情英 六無雙 四個去追公孫子 武士三仔爺 朱子柳 圓顏平地五個就去追李莫愁 耶律齊兄妹和郭芙 留下陪一燈和黃蓉 順便看著裘千尺 再講武士父子一班五個 緊緊追著李莫愁美 追著追著 但是朱子柳肩頭受個傷 流血過多 走走走就有些頭暈眼花 眾人就停下幫他包紮傷口 稍為停了一下 誰知被李莫愁走到沒有影了 各位 李莫愁全身被情花勒畫損了 現在又被人追著 好像一隻喪家狗一樣 他躲到哪兒呢 明天再講了 請把他的返迴 詞拍他